哈囉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講到韓版天堂M5月29號的重點更新內容 第一個重點內容就是金幣物品的掉落率調整 它指的是在部分副本中怪物的掉落金幣量會向上調整 然後在一些特殊的副本中怪物掉落的三色硬幣也會隨之向上調整 第一個地方是高倫研究所 再來是拉斯塔巴德 崩壞之島第一關跟第二關 夢魘之島 海街道前半段跟後半段 這幾個地方的三色硬幣掉落量會向上調整 第二個重點 我們要來看到韓版七週年的千道票券的獎勵有哪些 它只要使用200萬天幣就可以購買 然後最後一天給的是一個古代寶箱 這個古代寶箱的圖案就讓人家有非常多的聯想 我在這裡放大給你們看一下 嗯?再放大 它看起來像是一把單手劍插在某個祭壇上面 然後這把單手劍它的外型我就查過了 很像愛保羅太英的常見 又像愛保羅太英的雙手劍 但是不管是哪一個它都不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在想它可能是一個全新的職業 但是這個東西讓我非常的難過 因為它看起來是一把劍 所以又是近戰 天啊!難道新職業又是近戰了嗎? 拜託NC不要再出近戰了我求你啊 好!那這支影片就先到這邊了 等到韓版的官網正式更新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到底葫蘆裡賣什麼藥吧 我是丁丁 我們下支影片再會 大家掰掰 掰掰